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及戴角恋最多年的被告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跟着讲一下 人家的委员说可怜 让我做生意 买糖了 金金贵 七三个车呢 我跟我自己讲 我说我这件案子我要追究下去 我一定要让这十二个人神追以防 我要让这十二个人 因为我这个陆镇案子 变成他们一辈子的梦魇 我要把他们缠住 我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为什么 其实我的动静蛮高尚 我要阻止他们这些人对其他人犯罪 民国76年12月 陆静德的儿子陆镇 从补习班下课后被人掳走 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你看这个就是陆镇的眼镜 这个就是 还在 放了这么多年 其实它有两副 一副戴在书包里面 一副放在家里 那书包那一副就是在气势的时候被他丢掉了 那这一副是他用的 这一副他用的这副眼镇 这个是他用的一只手表 你看他妈妈是很 他妈妈很细心 还帮她换了电池 还帮她换了电池 他只要是停下来 就帮她换电池 只要停下来 就帮她换电池 整整二十三年 当初代徒打了十几通 勒赎电话 取款地点一换再换 最后选在高速公路99.9公里的地方 从天桥捶绳子下来 将一百万的赎金调走 这个录音带啊 就是当初他们打电话的时候 勒赎我的那个电话录音 那么我在下定决心要抓住这一堆歹徒的时候呢 我只剩下一条线索 就是他们的声音 我没有了 我再也没有其他线索了 那么只剩下这个线索呢 这个录音呢 可是呢 这个声音到底是谁的 所以呢 我们那个时候呢 就把这个东西做成这个袋子以后呢 就我们装配了一辆车子 宣传车呢 我们在桃竹苗这个地区 我们一直寻回地在播放这个声音 我们希望有人指认 陆正案震惊社会 当时警方提供破案抢清一百万 十个月后 警方宣布破案 陆续逮捕了十二个人 我不相信是他们干的 因为清文记者告诉我一件事情 他说 我听到好像是你陆正死掉了 所以因为你既然讲是他们干的 我陆正死了 那我当然不相信 为什么呢 他们干了 我陆正就死了 陆正死 我不是一切都没有了 可是 这里面出了大问题了 我在走过一个房间的时候 我发现检察官在跟另外一个嫌犯在讲话的时候 那个 另外还有 这里面好几个检察官 有一个检察官说 你要不要见一见那个嫌犯 我就走进去 结果那个嫌犯姓邓 他看到我以后 他竟然向我下跪 陆静德认为 倘若案子不是这些嫌犯做的 他们为什么要下跪 又走过两个嫌犯 从这个门口走过两个 一个姓罗了 一个姓陈了 这两个嫌犯看到这个姓邓的向我下跪 他们也赶快跑进来 一起向我下跪 不仅陆静德这么认为 就连法院的判决 认定被告有罪的理由之一也写着 如果他们是被迫承认案情 怎么会在新闻记者前当中下跪 如果他们不是心中忏悔 又怎么会有如此真情流露的举动 下跪道歉 成了法官判决的论罪依据之一 然而事情真的是这样吗 今年1月独立特派员第一次专访吴淑貞 她说下跪是为了跟警方交换条件 她说你跪我等一下让你见你妈妈 我想说我见到妈妈 因为我可以喊冤啊 对 后来我就配合她去跪了 结果当天真的见到妈妈了 让我见到我赶快喊冤 直到现在已经二十几年了 喊冤到现在 是见到妈妈第一课到现在 那媒体报纸也有灯 我抱着妈妈喊冤的 这个案子对你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煎熬 对 因为我觉得没有做 为什么要承受这样的苦 今天我做我会认罪 我一定会认罪 我在社会大众面前我一定会认罪 我会去关 或者把我判死刑 我跟法官讲过都没有关系 可是我今天我没有做 你却要把我定罪 我没办法接受 今年五月 更十一审宣判 邱和顺再度被判死刑 吴淑贞的刑期从十一年改判十年 他们不服提起上诉 没想到这次才两个月 最高法院就将这个曾经十一度 被发回更审的案子定业了 如果真的要被关 要跟女儿说什么 我告诉她妈妈没有做入证案 那你们要成为有用的人 回馈家庭 回馈社会 这样子 好好的 好好的跟爸爸相应为命等我回来 你觉得这个案子为什么会这么快就定验 訴訟法 因为訴訟法明年就施行了 包括这个案子在内 有非常多的死刑案件 很多的死刑案件 都在更审中 訴訟法让她没有选择 因为你如果把案件再发回去更审的话 很可能明年这些人都要放出来 那最高法院又无法承担 押人家那么久 最后不能够派人家有罪 反正要把人家放出来 这种舆论责责的压力 23年 等到的真的是司法争议真相大白吗 我关在那里不是在 好像说在认罪 我关在那里不是在悔改 因为我没有做的事情 你把我押在那里 关在那里 然后让这个案子就像随便截掉了 然后要抢笔的抢笔 我觉得真的是草千人命 我相信上帝有说过一句话 上帝说人人都有意思 死后且有审判 我们将来要面对的是审判 不要以为自己做的事情 自己不知道 你可以骗得了人 你骗不了上帝 你骗不了神 这世界上有神的 什么时候信了宗教 我是在看守所的时候 在里面 里面有一些福音团体 进来跟我传福音 那时候我每天哭 哭得眼睛都哭得就很难过 他说为什么大家都不会哭 为什么你一个人一直天天哭 我告诉那些传福音的那些妈妈阿姨 我说我没有做这个事情 我怎么会关在这里 他就带领我接受了这个上帝 他说上帝一定会帮助你 一定会为你申冤 如果你没有做你天天祷告 上帝一定会帮助你 后来我就开始来祷告 跟上帝祷告 结果后来祷告之后 就让我十五万交保回家 后来我就真我相信上帝的那个爱恩典 由于当初没有找到陆证尸体 也没有直接证据 二十多年来都定不了罪的案子 这一省的法官真的都查清楚了吗 邱和顺的妈妈抱着照片 要替他背叛死刑的儿子喊冤 这个案子已经定验了 真的还有冤屈吗 有的这个车 我要怎么办就好 我如果要怎么办 我要怎么办就好 他就叫我好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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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顺 邱和顺在去年的家书写着 7月9号 法官要当庭刊验一卷A26的录音光碟 当年北市行大为了绩效设计陷害我 如今终于真相大白 我一直跟他说他说 %&%丼 全車疲 aqui 习惹炎 他的习惹法也送了 没理會我那件 他就不想要1.1 就变成一个简 sever 简 terme的政人 这么不易 我辞心 我求她生日但我都知道 大家才能成功就 plan 要稍微 好吧 我不想要按itation 你要après 完 dane的人 Cam 下一個來 下一個來 下一個來